跟人调查一下 有孩子 他是军人 也不是 做这组长 做这组长 你给我找出 找出那个证据 不是 我等到我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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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要找他 找到 那我看你们两个 要是一个 经纪的政府 对我提案 我没有啥的 我看你今天回来了 多新银事拿时代理 欢迎收看 由绿源电动车 冠名播出的 说是哪里 这在昨天的节目里 我给大家伙说了 这么一件事 咱先简单回顾一下 21年前 罗开有个前妻突然 九天后 人们在金沙江里 打捞出一句 罗体女尸 据他们说 是那个头发 都全部掉了 一根都没有了 他们就说 是我们家里面 把他杀了的 他就说 我把他 掉在我家 那个房子上 掉死了以后 放在那个脚盆里面 烧开水来烫 然后把那个 头部九段 那个手九段 体力打了三个石头 后来警方认定 这具女尸 就是罗开有的前妻 派出身体下去以后 就问那个 李伯仙的父母亲 就认不认识这个尸体 他说 他尸体是他的女儿 那么派出身体问他 你女儿有什么标志 他就比了下 这个 这个地方有字 就这样子几句话 就认识是他女儿了 于是罗开有 背负上了杀气的罪名 而在罗开有 被抓一个月之后 雷伯仙警方 也开始提审 说我杀人了 我就不承认 我就没有杀人 当他处使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一看到 这个尸体是另外一个人 我当时就是说 又想笑又想哭 我就心里面活了 我就跳起来 跟了那个法医 以耳光 后到那个局长他说 他说罗开有风了 跟我把他吊起来 吊他三天三夜 罗开有被关押了 二十一个月之后 又因为证据部署 被释放 之后不久 公安机关和罗开有 所在的部队 又联合作出了处理 其中说 李北乡下落不明 作为丈夫的罗开有 负有责任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罗开有开始用自己的方式 寻找前妻李北乡 他跑遍了大江南北 到处安插卧币 想进了各种办法 二十多年来 他的足迹 遍及了四川 云南 北京 天津等多个地方 虽然说这个尸体 尸体不是 但是他们就说 这个李北乡定位失踪 他的失踪 不富有责任 所以说的话 我想的话就说 不管怎么 都要想办法 把这个履历造出来 让乡亲们和我们部队的人 看一看 敦清一下这个事情 二零一零年 罗开又认识了一个叫姚连军的苦 姚连军47岁 云南省永善县人 曾因杀人罪 因为曾在派出所工作过 有些破案的经验 两个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通过李家人 去找李培乡的县策 姚连军开始主动找上李培乡的父亲 李兴发去做生意 做生意挣了一笔钱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拉军 于是李培乡的父亲李兴发 就开始向姚连军 讲述当年自己女儿 被罗家人如何殴打 如何发疯的经历 他说你是干哪行的 我说我呢就是说 从左脑回来 因为懂得一部分法力 那么我就喜欢搞这个私人侦探 那么如果他和中国 就来找出李培乡 那么他不但得到七十万 那么罗家就打他 那么还有这个精神配上 姚连军答应 帮着李兴发找一关部门 反映情况 此后李兴发就讲出了 当年女儿出错的经济 并且鼓励姚连军用手机录了音 李兴发的女儿李培乡 在罗家走 走了不过好几天 才走了李坤林家 他就找李坤林哥哥 跟他带路 带到成都 李坤林就说 那么外头呢 我给找个罪名 不然他找个罪名 都要的 他就告诉我 他跟我说 那我就走了 他就走了 求死我的话就 假如不明 最后 在 二年 他就转来 就这样 李培乡的父亲 终于说出了 深藏了二十年的隐形 原来当年李培乡 从罗家出走后 找到了一个堂哥 两个人一块去了城鲁 后来又辗转到了 徐州天津等地 最后在天津安定了下来 姚连军就发现了一个那个 迷迷的电话号码 就是一个座级号码 他后来他就跟我说了 他说那个 那个 电话本上 儿子两个 女五个 总共是七个人 但这七个人当中 就这六个人 都有名字 唯独第一个 走大 他跟我说了 我当时 我当时 我肯定 我说这个就是 李培乡家的 座级电话号码 有了李星发 本子上的这个电话号码 罗开友就向雷伯县警方 反映了李培乡 还佛在人事的情况 2010年12月9号 雷伯警方赶到了 天津市静海县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潜入下 于12月13号 在一个叫西厂屯村的地方 找到了一个名叫 李方的女人 并提取了她的血液样本 就走到那个城里面 长着性谈 后头她跟我们介绍 她说那个女的 不叫李培乡 她说叫李方 我们就跟她说 这个 这面部有一颗痣 她说那个没有那颗痣 当时我心里都凉了 这限数断了 那么这个叫李方的女人 是不是罗开又 普普群岛的李培乡呢 如果是的话 她脸上又为什么 没有那颗明显的痣呢 到了12月25号 调查处顺利提取了李培乡 父母的血液 随后 四川梁山州公安局 立即对三人的血液 遵循了 英文准备 别我解释 这个在天津生活的主张 正是失踪了21年的李培乡 李培乡还活着 这确实太让人意外了 那这么看来 当年李培乡的母亲 一口咬定 金沙江里那具女尸 就是自个儿女儿的 那显然是撒谎 那是在陷害罗开又啊 那么李培乡的父母 为什么要隐瞒 女儿还活在人世的真相呢 这么做 原因又是什么呢 李培乡的老家在梁山深处 离罗开又家 大概有五里路 2010年的12月20号 我们栏目的记者 来到了位于杜甲乡 那谷霸村的李培乡的老娘 母亲跟什么去了 你母亲 远不远 能把他叫回来吗 叫啊 那会叫啊 把他叫回来吧 叫啊 你是李培乡的弟弟啊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我应该认得到的 眼前这个人是李培乡的弟弟 急着跟他交成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有村民告诉我们 李培乡的弟弟 大脑曾经受过刺激 而当我们在问起李家情况的时候 村民们都是支支吾吾 表示并不清楚状况 那我们现在搞不清楚 那这个事情 刚说那个当年 他讲的女士就是李培乡是吧 十年不想 听说的十年不想 我们就不晓得 这些什么情况 就不晓得 随后 急着又来到李培乡 已经教过书的渡住乡小学 这里的老师也表示 对二十年前 李培乡的事情并不知情 那么李培乡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呢 她当年为什么要逃出罗家 李家人为什么非得说 罗开又杀死了他们的女儿 这为了进一步的了解事实真相啊 我们记者呢 就赶到了李培乡现在的住处 天津西长屯村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 稍后为您解密 回来咱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说到 在这个私人侦探姚良军 以及雷波天津两地警方的帮助之下 罗开又终于在天津市静海县的一个村子里 找到了子儿复生的李培乡了 那这个李培乡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他和罗开又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呢 当年他为什么要从罗家逃出来 这一切呢 过去只有见到李培乡本人 我们才能明白 2010年12月27号上午 我们说是哪里蓝梦的记者 赶到了天津市静海县西长屯村 已经打听 终于找到了李培乡的助手 不料却是大门锦粉 随后再紧挨着西长屯村的坦村 记者找到了李培乡工作的咸菜厂 李培乡是不是在这工作 咱这边是不是有个老板姓谭 对对对没错 那谭老板在哪呢 他在那呢 咸菜厂的老板告诉我们 李培乡是从去年三月份 开始到厂里干临时工的 当时化名叫李芳 直到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他才发现 这个名叫李芳的女人 根本就没有身份证 这个身份证是怎么早成的呢 我们待会给工人们呢 他在一年呢 给工人们都得想报钱 想报钱都是长的花钱 我们待会出去 要所有工人的身份证 你没身份证 你待会你那个保险公司 肯定不给不给傻 我就一想保险 那结果呢 他没身份证 我呢 我呢就没往下 追问那个事 十几分钟后 李培乡 浮现在了记者面前 他就是罗开又 苦苦寻找了 二十年的寻找 二十年过去了 眼前的这个女人 已经四十七岁了 岁月早已无情地 在她眼角上 刻下了斑斑的痕迹 不过还是掩盖了 这个女人当初的美丽 那么当年的 她为什么要离开罗家 她又是如何来到天津呢 因为她家那个女带我 那个打我 我反正她家 就是裹不下气了 欺负我 她也管我对我 没法 没有那个心怀鬼胎 有不贵的行为 我无法 我没法说不出口 当时我在里面待客 她还不信我往外说 我要说了 你这当不成老师了 你就每年见人了 做这个 所以我掏出狼 我掏出扶口 李北香的话 让我们很吃惊 她说21年前 她在一个深夜逃离家乡 同此断绝了 与家人的一切联系 她不知道金沙江的女侍案 也不知道 她已经是死了的人了 更不知道罗才友 找了她20多年 在她口中 离家只是为了逃命 当年嫁给罗才友后 她在罗家受到了虐待 于是就开始装风卖上 最终才从罗才友家 逃了过来 我当时是有点 那个身体是有点 斩惊吓什么的 我有点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我就总是身体 你来的时候 我就乱炸乱打 我就为了保护我 我得就炸他 这听了李北香的话 越是让人觉得 对不上号了 他说呢 是为了逃命 才跑出来的 而罗凯友说呢 李北香曾经 红杏出墙 俩人离婚后呢 还赖在他们家里边 装风卖上 究竟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怎么回事呢 这个家务事啊 它是最难理出 一个头绪来的 这都过去二十来年了 当时他们究竟 做了些什么 说了些什么 这现在呢 确实很难说清楚 那么李北香 当年从罗家 跑出来后 他又是如何 到得天津安身呢 要煮饭 哪儿可以砸根 或者在哪儿砸 一直都是要饭 我当时 对他的那天晚上 一家子都打我 家罗凯友的部 他得把他喊回来 他也打我 我就是说 我打算不货了 当时 我一想起不货了吧 我上一上 上十好几年的校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 所以我只可逃命 原来有关去 在哪儿呢 在这儿 在这儿 我是去年春天 那村上有了个 能治的位置 就给他弄下 这个这是我的人生自由 我有我的人生权利 我无论要 我给他弄下去 这个我又犯不了什么法 这个没事 就是这号 当天晚上 我们见到了李北香 现在的丈夫 孙丰洛 孙丰洛说 198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 他下班回家 突然看到雪地里 蜷缩着一个 蓬头垢面 脸上有伤的女人 这个女人 就是当时流落到 天津的李北香 背着黑兜子 穿着这么一个 蓝面脑吧 我那家的远处 我这家也不好 你说采法的对吗 好像这个妇女 多少天没 没什么 没梳妆啊 没骂的 反正穿的 看着也挺可怜的 对吗 还怕我怕 什么脑子有毛病啊 或者怎么着 吓得我得躲呀 大哥 你救救我吧 我哎呀 我一动得哄 我饿得哄 我饿活不了了 我一看就 人家说话呀 不走玩 不带个脑子 有毛病的事儿 当时的孙丰落25岁 是个单身父亲 妻子在生女儿的时候 难产去世 遇到李北香后 孙丰落觉得 这个女乞丐长得很面善 心肠也不错 于是就把她收留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个人逐渐产生了感情 不久便随便结婚 女乞丐告诉孙丰落 她叫李邦 因为一直没有户口 两个人也一直没领结婚证 这边出四新九楼 她就有个感情 就说玩个俩多月了 撒了月了 怎么你看 动物了一个 细物了一个 人家说得上 见故事一样 结果时间长了 你也不得 俩人抹认了 不得结婚 等于抹认了结婚 婚后不久 儿子就出生了 如今呢 孙丰落的一双子女 都上大学了 两口子就靠 打工挣去的微薄收入 供养着两个孩子上学 这共同生活了 这么多年了 李北香呢 从来都没告诉过 丈夫自己的过去 在孙丰落的心里 妻子的过去啊 就像一个谜 也许孙丰落设想过 一千种妻子的身世吧 不过他怎么可能 也没想到 妻子居然是一个 死了21年的人了 2010年的冬天 一辆警车 开进了汽车 警察要找一个 叫李北香的女人 但是查遍了户居 并没有发现这个事 此时一条线索 指向了这个 叫李方的女人 随后警方找到 李方打工的闲菜场 没想到 李方却翻墙逃走了 直到警方 找到了孙丰落 他才知道 自己的妻子李方 还有一个名字 叫李北香 20年前就已经死了 我这是怎么找的好 我也不关心 你20年以前的事 我关心你20年以后 我搞我怎么过的事 你不必担心那个 对吗 这个左父亲两口子 就说从你认识那一天 一直到这里 白头卸楼 这里有感情 对吗 这里有麻烦走行 我说我关心 你20年以前的事 走嘛 一直四大孙丰落 和李北香结婚开始 村里呢 就一直有流言飞语 有人说 这李北香是个曹饭 有的说李北香是孙丰落 从人犯的手里买来的 但即便是警察找上门来 孙丰落依然相信 他的妻子是个好人 我作为妻子来讲 我是个丈夫 作为孩子来讲 我是个父亲 这个对这个打在打在面前 我必须得挡在头了 对吗 我虽然个子长得挨 但是我这个意见 我得跟这个家庭 那个种人我得挡进来 一到这边 当然就是孩子 也是家庭 我估计 耽误孩子上校 他一个是怕影响这个家庭 我一直这个年度 我都瞒着孙丰落 没跟他说 我是怎么样 都一直瞒着他 李北香说 结婚后 孙丰落一直对他很好 他当初之所以改名叫李方 这曲子流浪四方的意思 后来有了孩子 他给家里人带来麻烦 就这么 一直隐姓埋名的生活了下去 李北香说 后来当他知道 罗开又被冤枉后 也曾经想回四川 为罗开又证明清白 李北香还拿出了一件 保留了二十年的证物 那就是当年逃到天津市 他身上穿的那件蓝棉袄 二十多年了 有什么恨呢 我也不想把他带着坟地去 还死了 这个恨死 还一辈子嘛 将来 都快五十的人了 结果他的相片在家 当时 我一看 我都不认得他了 他一老了 我也老了 当时才二十多岁的人 他一老了 我也老 我看他头发也都有点白了 我都不认得他了 你只是见了面了 也许啊 我这么想 也许 你叫我骂他 我也骂不上来了 也许背不住 还得有几滴眼泪 看来这个李北香和孙丰洛 那都是重情重义的人 孙丰洛不在乎李北香的过去 跟他厮守了二十年了 而在李北香的口中呢 尽管罗家千万个对不起他 但当听说 罗开又因为自个儿 背负上了杀妻罪名 二十年的时候啊 他还是愿意出来作证 此时此刻 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省雷波县 渡口乡迎盘村 罗开又呢 正在等待着一件事的发生 2010年12月28号 住在雷波县城的罗开又 刻意起了个大路 因为这一天 他要回老家迎盘村 村子位于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上 因为他方路被阻断了 汽车不能通行 记者和罗开又只好下车走小路 这里距离他家还有两里山路 尽管山路崎岖陡峭又很狭窄 罗开又的步子卖得很大 抖得也很快 路上每遇见一个熟人 他总会掏出一支烟 地上 给对方点上 再说笑上两句 四十分钟后 我们终于到达了半山腰的渡口乡小学 一场特殊的证明大会 即将在这里召开 四十七岁的罗开又 早早地就坐在了台上 等待着雷波县政法系统工作人员 以这种极为震动的方式 为他喜庆冤屈恢复名誉 再次 我代表公安机关 最多开用 多开钱 多田园 增收院 增湿的 共产恢复主义 同时 对二十七岁线 经公安机关 在百里次败 公里工作室 而对市民当时的 朝天里上海 表示 深圳的田园 我可以用电来的哈 表示感谢人民政府 给我平凡走去 我没有杀人 我罗开又几天回来了 为几个普通的公民 召开恢复名誉大会 这在雷波县历史上呢 还是头一遭 而为了这一天 罗开又是奔波忙碌了二十年呀 雷波县公安局局长 在裴里刀剑会上说 二十一年前的那起杀七案 是一起冤假错案 尽管案子不是他办的 但是作为现任的公安局长 那就有责任 为老一辈民警道歉呀 欠罗开又的三笔账 那也都应该一一的偿还 二十一年前 一起冤案给罗开又等人 带去了感情伤害 这笔感情账他得还 二十一年前 冤案是因为当时法律 不健全造成的 这笔法律账也得还 二十一年前 一起冤案给罗开又等人 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 这笔经济账更得还 但是罗开又案件呢 不能简单的比对一下 去年轰动一时的 那个赵作海案件 因为二者 本质是不同的 当年雷伯县警方 并没有对罗开又 做这个有罪处理 没有让当时的四个人 进入提请公诉和审判 乃至于坐牢的程序 工作中存在的错误 也有当时国家 法治不健全的原因 赔礼道歉大会结束后 当天中午 当地有关部门 对埋在罗开又家 承包地里的无名坟墓 进行了重新的迁徙 12月3日之后 雷伯县委县政府 正式启动了 国家赔偿程序 赔偿21年前 被收审的罗开又等 四名无辜村民 总计46万元 其中罗开又 获赔16万 包括被收审 21个月的赔偿款 7万5千元 还有罗开又 找到李培香 所奖励的3万元 以及另外又给了 5万5千块钱 精神抚慰金 罗开又母亲 被打致残 和罗开又寻找 李培香下落的花销 不属于此次国家 赔偿的班 对此 罗开又没有提出证 在刑事赔偿决定书上 签了词 其实在这个 赔偿方面哈 就是说 我找李培香的话 就是说 花了接近一百万 那么 人民政府跟了我 就是说 16万 我心里面还是挺高兴的 我们主要是 我是怎么想呢 就是说这个 我主要是 就是说那个杀人犯哈 这个 名誉哈 已经证清楚了 至于说钱 这方面 钱是身外之物 事情终于是水落石疏了 罗开又终于可以 长熟一口气了 为了这件事啊 他已经耗费了 整整21年的大好时光啊 1990年10月 因为证据不足 罗开又 与其父亲大哥 以及邻居等四个人被释放 但是1993年 梁山州公安局 雷波县公安局 罗开又所在部队 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出具的 关于罗开又问题的调查处理报告 还是认定 李培香属下落不明 作为其丈夫罗开又 负有责任 这说明 如果没有明确的 遗罪从儒 或者是无罪推定的原则 做指导 有罪推定 就会在司法事件中 大行其道 首先是来自于 我们这个刑处法 关于这个遗罪从无 这个原则 他贯彻的不彻底 这个 我办错了你的案件以后 但是呢 怎么证明我办错了 必须的 或者是活要见人 或者是死要见尸 或者是那个什么 真正的凶手 自己浮出水面来了 这个是对于我们说 不幸被卷到输送当中来的公民个人 假设 应该说权力保障是原样不够的 你对这个赔偿出轮满意吗 满意 满意的 那这笔钱打算怎么消费呢 到时候拿来 不知你 这个 去到基地 2011年新年的第一天 罗开友的几个妹妹 分别从广东 云南赶回了家 为了等待这一天 全家人 等了20年 每个人的脸上都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他们终于 可以无忧无虑的 享受天伦之乐 罗家的几个姐妹 还特意去做了头发 我们的记者用摄像机 记录下了这一大家子 在历经磨难后的 最紧单 又最平凡的幸福 据了解 雷波县公安局 那将抽调警力 对李培香家人 是否存在故意诬告 是否存在 打砸闹事 等违法行为 展开调查取证 一旦发现 存在违法行为的话 那公安局官 将会依法 对相关人员 给予追责了 从这件事看啊 罗开勇 无疑是很幸运的 20年后 李培香 愣是被他给找到了 咱试想一下啊 如果说罗开勇 到今天 还没找到李培香 或者说这辈子 也找不到这人了 你说谁又该来 为他的这一生负责呢 那通过这件事啊 也让我们相信 真理真相 就像阳光一样 有的时候 可能会被乌云给遮蔽了 但是 不愿意 只要是 只要是 只要是